那我上次這部分講了 那這個都跟你講過一下,D式很難記的 然後下面這個其實前面有提到的 這個只不過是Summer Reset 那Dissolation和Dionization的分別是什麼呢? Dissolation本身你那顆也是Ionic Compound的 就是NA是一個Capped Ion 就是NA只是Capped Ion 對不起,這個是Page 78頁 那OH負都是Ion 只不過本身它不是Mobile Ion 之後你要令它變成Mobile Ion 那這個就叫Dissolation 那Ionization就是將一些不是Ionic Compound變成Ion 那這個就叫Ionization 那譬如你NH3還在上之後 那你會變成NH4淨再加OH負 而OH負就Responsible for它的Alkali的Quality 好,接著Concentration上次有提過的 可能有些題目你不懂得做 你到時再...你可能下課問我 你寫下題號 因為你有功課是做Page 8 Plus的 一年有15條 其實你大概應該用20多分鐘做完一年 那你其實可能真的要花一點時間 那你就做Page 8 Plus了 其實很多Page 8 Plus上次都做過了 或者很類似的 應該不難做的 我看見大家都差不多每年再吃適合10題 應該 然後這部分上次有講過 但我還沒做exercise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我上次做了這題 這題做了 對吧 可能這題為例 這樣 那你本身有個solution是Page Value Diluted by 100 times 那問你那個Page Value 如何B OK 那你Page Value 那你Page的Value 那你Page那條色也是例的對方 就這條 好 那你是不是可以算回 原先的h是2 那就等於是-Log H正 那你可以算回 H正本身的concentration 就應該是 10的-2次封的 那unit是什麼 這個計算是mol per dm cube 是大m來的 這個計算是mol per dm cube 是計算是mol per dm cube 是計算是mol per dm cube 那如果你Diluted by 100倍 那是 即是代表什麼 本身是10的-2 然後再除100 這個是concentration 那你這個定義是什麼 就是number mode of H正 除回Volume 即H正的concentration 即那你講 就是h正的number mode 除回Total volume 那現在你是 怎樣大量去100倍 你加多點水進去 即現在原先是10cm cube 那你要加多少水 不是乘100 是乘99 那之前好像 好像有條空位 很多人被陰了 因為你要將10cm cube 變成1000cm cube 那你應該是加1000-10cm cube的水 明白嗎 明白嗎 你再 如果你加1000就大量多了 OK 那你現在這個Volume 就乘100倍 意思上是 那所以 你的concentration of H正 就變成10-2 再除100 即是變成10-4 那我pitch value 會不會變成多少呢 4 變成4 就是增加了2 對不對 所以答案就是b 所以你看到這個example為例 如果你pitch value是增加了1 就是h正的concentration就是 大量多了10倍 你增加了2 就是大量多了100倍 增加了3 就是大量多了1000倍 行不行 好 下面 那normal的rainwater 就應該是7 的 normal normal就是正常 正常的rainwater 是可以喝的 是不是 不輸不減的 就是7 應該是誰做了 應該是吧 好 那下一頁 這個上次還沒說的 應該是 這個你可以不用認識 這個不用認識 你可能有用過 應該是吧 你用過哪一隻 Limus用了 通常你用Limus paper 那你有沒有用過其他兩隻 我不懂讀 Mita with Orange 就是不懂 很難讀的名字 那我們測試pitch value 可以有很多方法 那Strong 還是Web Strong 還是Web 你留意清楚 Strong 是代表 可以有一個 Complete 的 Ionization 或者Dissolation 叫Strong 即是甚麼意思 即是你有一粒的HCl 那它就會有一粒H淨 一粒Cl 多了出來的 你加了一粒HCl 就會多一粒H淨 和一粒Cl 但如果你說Eventonic Acid Ch3COOH 你加一粒 它未必出到一粒H淨給你的 那這個不叫Strong 這還叫Weak 你見到這個Reaction 其實它是一個 Complete 的Reaction 一個Reversible Reaction 如果Reversible Reaction 意思是 可能你有十粒CH3COOH 它可能給你兩粒H淨給你 那這個不是一個Complete Complete 的Reaction 那你這粒就叫Weak Acid 可以嗎 所以Strong 還是Weak 不是看Page Value 而是看它的 是看它的 Chemical 而定的 你見到HCl HCl 你無論混合多少少也好 它都是Strong Acid 那我們描述Acid 你可以有Strong 和有Weak 還有Concentrated 和Dilute 就是看它 就是我們描述 那些Acid 或者Alkali 我們Describe它的時候 我們有 Strong Weak Concentrated Dilute 還有一個就是Page HCl 值的 對吧 我們這裏之間 其實是有關係的 例如 你比較 concentration sorry 那個Acid of the same concentration 那如果你在說 是一個 Strong Acid 那你有小一點 pH value 你明白嗎 例如 你 那個 同一volume的水 你加同樣 number of mole 是number of mole 就是跟它這麼多粒的 HCl 和 CH3COOH 那如果你HCl的話 它會放多些H 症出來的 因為它會 是Complete的 對吧 那你的Dousel 裡面有多些H 症 有多些H 症就是 代表它的Page value 會 小一點 OK 就是這三者之間 其實是一個微妙的關係 就是你的Page value 看它的Ax 是Strong 再加上 看它的Concentration Strong Acid 可以大小的 Weak Acid 也可以 Concentrated 對吧 你加很多 CH3COOH 是Concentrated 所以 如果你就算 你Weak Acid 你夠Concentrated 的話 它的Page value 都可以小的 OK 這件事發生 對不對 如果你在海裡 加一顆HCl 那你的Page value 那你的Page value 會怎麼變的 對吧 所以你就算 你的Strong Acid 也好 你也可以Page value 很大 接近7 也可以 好 這樣講完 那下面這裡 其實呢 他考慮就好像沒什麼考慮 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 那個Concent 是擺在這裡 會有的 例如你看到這兩個Curve 看看是什麼 先 他用了Magnesium 的Rib 然後呢 他這裡 是有Acid 進去的 這裡是有一個 Excess的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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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舉個例子 Mg和Acid react Mg 來加HCl 會出什麼呢 記不記得 Hydroxone 還有一個Salt Bose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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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 2 2 2 你們要成 dia 就可以B Vietnamese 賭入這個 就是 Energy 你才可以做出 完成到這個reaction 即是如果你一顆mg,你給了三顆hcl,會怎樣 會有一顆hcl是excess,就不太計算 即是他跟你說excess的acid的意思代表 所有mg都會react 所有mg都react完之後,全部都會變成mgcl2 而你加的acid是hcl 對方這兩條curve,這樣 它是兩個ecovolume 兩種不同的monobasic acid concentration一樣 你要分析一下這句句子是甚麼意思 Ecovolume 你很明白,很簡單,很容易理解 那你的molar concentration是甚麼來的 molar concentration是number 4除分volume 那你的volume也一樣 number 4除分volume也一樣 即是代表了,它有samevolume same number 4除分volume 即是代表可以dedule數,還有甚麼是一樣的 對,它兩個的number 4的數值都會一樣的 即是它acid A有多少粒呢,acid B都有多少粒 對不對 還要留意一件事,為甚麼要說明是網路basic呢 如果還有甚麼叫網路basic呢 即是代表 一粒s的molar concentration會放到 只放到一粒q的症 為甚麼要這樣說明呢,因為 你有一些是大basic的acid 就算你,例如你sa和sb的number 4一樣 但如果sa看到b是大basic的話 sb的h症的數量 應該是比sa多一倍的 即是雙倍的 所以它講,你看到很多字眼要先講清楚 OK 然後我們就知道就是 如果你number 4的s是一樣的 最後可以放出來的gas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這個volume of gas它放出來,其實應該depends on就是你那個 它應該depends on那個 mg的數量 因為s是exact的嘛 s是多了的 你對分調色,其實你有多少mg呢 你一粒mg就放一粒h2出來 即是其實你 h2的volume是depends on mg的數量 知道嗎 那你對分這兩條curve呢 希望你會分析到 curve 1 curve 1其實代表它的reaction快一點 是吧 這個 有這個直覺的 reaction快一點是什麼意思?其實應該代表 就是hA是一個stronger acid 那stronger acid即是代表呢 hA就是放進去之後 它有一個dissociation呢 它會有多些h症在這裡 它會有多些h症 mg就叫做limited reagent 那如果呢我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我有多些mg會點呢 curve 1是hA 對,curve 1是hA 如果有多些mg會點呢 你本身開始加 mg加多些的 會是 你覺得怎樣會呢 如果你多些mg 其實最後放出來的volume 就更加多些m 對嗎 但是呢如果你說一開始那個reaction的rate 就應該不一樣變的 就是類似這樣 那個curve應該是 還有你用的hA那個acid OK 那那curve就應該變成這樣 那后面還有一課呢 是關於mgBate的 這個後面可以再講 還有你 我們知道學了解雷 可以追加一起再講 那些idea是很類似的 所以我們 為何要講я了 CAM才會再講Biol 這裏我就不講了,我們前面就提了 CH3COH,怎樣都一定是Vic Acid 就看那顆Chemical Concentrate 和Dilud就看 Morality 或者那個大M 這個講完 那S加Alkali 我們做一些Reaction,就是Neutralization 如果Axid加Alkali,或者加Base 你覺得Base是甚麼? Base是可以Neutralize Acid,但它不是Soluble in Water Alkali就是Soluble in Water 而且可以Neutralize Acid 那些Reaction就給你了 那這些就自己去記了 啊,啊,啊,對不對 其實你見到全部都是放Solte加Water 對不對,全部Solte加Water 應該是不難記的 好了,這個我飛過去了 其實也沒有甚麼效果 好了,那下面一個就是PH90 它好像只是出了一條MC 那就是講一個Connectivity 你可以先看看題目 它本身就是想計算NaOH的Solution 或者HCl的Solution 那個Reaction 那它就量度過Connectivity 那Connectivity是depend上甚麼呢 它是Proportional to Number of Mobile Ions 你越多Mobile Ions 它的Connectivity就越大 那例如你 你選擇這個Solution 但你留意 在這裡它就是 如果你想一想 它本身是HCl 再加NaOH 它React完之後就變成HCl 對不對 一次 它React完之後變成NaCl 再加H2O 這個Reaction 已經是Balance了 那React完之後 它的Mobile Ion 會多了還是少了呢 H2O其實 它是 如果Pure Water 它有很少Mobile Ion 你要計算的話 你知道Pure Water的PitchVariour是7的 你可以計算到它H剩有多少 OH負有多少 那個就是10的-7次方 沒有LiRity 所以其實H2O可以不用理會 那NaCl融在水 就一定會形成沒有Ion 對不對 就是這裡有一顆 這裡有一顆 對不對 如果你計算Number of Ion的話 那HCl 那HCl本身它是 本身是 你本身的東西就是 NaOH加HCl 就是HCl加入它的水準 加入它的水準 對嗎 那NaOH就是 就是本身的東西 有NaOH 對不對 都是有兩顆 Oper Ion的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就是你的Reaction 你本身的東西 NaOH是兩顆 沒有Ion 你加了一顆HCl 進去 最後Reaction完之後 都是剩下兩顆Ion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你覺得Answer應該是什麼呢 ABCD Zoom的朋友 你可以checkbox打你的Answer 你比較手勢我都可以的 你1 2 3 4 ABCD 1 2 3 4 你覺得Answer是什麼呢 你用你的感覺就可以了 2 就沒有 2 為什麼你先說跌了呢 不是兩顆變兩顆 那麼Number Number mobile Ion沒有變過 是不是 你明白我說什麼 當然是兩顆變兩顆 對不對 一顆NaOH 一顆OH 變成一顆Na 一顆Cl 兩顆變兩顆 為什麼不是一開始平呢 好像沒有一個答案 我開始 OK You mean 如果想現在解釋呢 H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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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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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銷售進去會增加了什麼? 會增加Volume 會增加Volume 你賭掉那些數場去 那你會溝稀了Mobile Ion 那你這個Concentration 這個是Lumper of Mode Per Volume Lumper of Mode就沒有變過 但是Volume增加了 那這個Concentration就會掉了 很複雜 寫完了 這個是Lumper of Mode 除了Volume 分子沒有變 但是分子沒有增加了 你明白為什麼分子沒有變? 那分子沒有增加了 你加數場去的話 Volume增加了 所以最後那個Mobile Ion 的Concentration 就會掉了 一開始 行不行 那為什麼之後會再升 這個位置有什麼特別呢? 剛剛好是Nutralized 完 OK 那這個Concentration 在這個位置 理論上Pitch value是7 Nutralized 剛剛好 剛剛好 那怎樣之後會再升 就是因為 之後已經沒有再有這個reaction 已經沒有了這個reaction 但是問題就是 你繼續加了一些 那你就繼續就是 HCl的solution 你繼續加了 進去 那你繼續就是 加了 Sodium Hydrosine 的solution 那這個題目呢 就講得是少少不清楚的 我自己講的 答案 答案 有機會是A的 去到這點之後 有機會是平的 不過 平的很特別的個案 就是 例如我當去到這點的時候 如果去到這點 the number of mobile ion 在這點呢 它的concentration 可能當 0.1m 那樣 但是如果你加進去那個 你加進去那個 的sodium 那個solution 是來可能0.2m 那就combine完之後呢 它那個 concentration of mobile ion 會上升 就是 如果要看完這個 sodium Hydrosine 那個 要看完你sodium Hydrosine 那個 concentration 你等等 就知道 清楚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要看完你sodium 那個sodium 那個sodium 你最後會看完這條影片 低了 是 這個是有點困難的 好 好 繼續說 在後面 這裏呢 我 我先說到後面先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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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先回去自己做 先 之後又不會再說 其實整個sodium很寬的 真的很難解釋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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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裏sodium 是insoluble的 那你喜歡就自己記 那這個是dsc要學的 就是這裏全部要學的 In general 其實呢 就所有p na 和 nH4 那些sodium 全部都sodium 所有nitrate 都是sodium 所有hydrogen 都sodium 全部sodium 那其實你 你見到很多東西都是sodium 所以你只記住insoluble 的example已經夠了 真的 所以你見到就是silver的 agcl agbl agli pvcl 2 pv... 那裏呢 這裏呢 就是 你可以看這裏 那我想準備這兩種sodium 是什麽不同呢 如果本身sodium 是sodium 很簡單 你怎麽準備都沒有問題的 例如你舉個例子 好嗎 例如你想要做一個na na 那你想做na br 不知什麽 都知道 無所謂 那你可以怎樣做呢 你可以hbr 再加nA co3 那你或者 那你或者 你可能 那這個是alcali 來的嘛 這個acid來的嘛 雖然你未見到這個acid 或者 都知道它是由h症 走出來的 那你也可能是怎樣 你可能hbr 再加nACO3 ok 那它走出來都是那個sodium 所以你怎麽準備都無所謂 但如果它本身那塊是insoluble的話 那有少少麻煩 如果insoluble的話 那你一定要把兩個小船 放在一起 舉個例子 那上面你看到 是由pbso4 insoluble 對不對 pbso4 insoluble 那如果我想做pbso4 那我可能h2so4 再加 pb pb 我直接加個s 直接加個s 進去 ok 這個沒有reaction 有reaction 有reaction 我直接加進去 可以嗎 這塊東西就是你的圓 就是一個led來的 你react 了之後,它面頭就會react 了之後面頭有一層是PBSO4 但PBSO4是insoluble的 它就是這個面子黏在那裡,就會令到 那些acid就不可以跟裡面的PBSO4 所以你這樣準備的sorts是不行的,不可行的 因為在這裏我們叫做一個protective layer 那你的acid就react 了,跟裡面的PBSO4 大概之後就可以了,應該是不會有這麼深的 所以一定要是兩個小腸混合在一起 就算你產生到一些insoluble的sorts 那它也是一個powder form的形式 那你用filtration就可以夾走那些sorts 那這些就不說了,其實你可以看一下這步 下面的課其實講完主要是課 那這個呢就是power of the atom 去attract那個bonding electrons bonding electrons是說 in a molecule 去attract那個bonding electrons in a molecule in a molecule一定是說 covalence bond 對不對 所以這個bonding molecule是說covalence bond 對不對 那它上面有些數字在給你 那你f就是最reactive negative的 f是phlorine,phlorine也是最reactive的no metal 那它的reactivity最大 就是代表它有越勁的能力 去attract那個bonding electrons 那Li那些methal也會小一點的 因為Li其實它主要都不會 form一個covalence bond的嘛 Li那些methal全部都form 大氧光的嘛 對不對 或者metholic光的嘛 所以它就不會 它的數字比較小 那對回這裏 那其實那個Eletron Eletron negativity 呢 這個體體體體什麼呢 例如舉這這些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 diacomic的molicle 那如果它 要越2在做negative的話 就例がHF 那之前講的H2O H2O是 poral molecule 有delta 剩下,delta 弗, 不知道用不可以, 其實和這個有關係 因為那個 o 比 h 強, 是不是? 數字看上去, o 是比 h 的 o 就會吸引那個 bonding h 強一點 好像這幅圖一樣, 那個 o 就會吸引 h 過去去那個範圍 那 o 的範圍就比較 negative 一點, h 就比較 positive 一點 所以會有 h 剩,delta 剩下,delta 剩下 那這個就是這樣看, 那在下面 這些不用怎樣關注先, OK? 那例如 h 2 o 這樣, 那你之前這個講過了, 是不是? 講過了嗎? 希望現在你明白了, 應該希望, 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 這個箭嘴不要理他, 我的箭嘴不用你去煮 那這些堆就是全部都是polar molecule來的 那你見到, 如果你要看polar molecule, 看上去箭嘴 箭嘴就是由淨紫樣負的 淨紫樣負, 代表是由 h 小的 它的紫樣負, 大的數字 你當好似那些 force 這樣, 那這個不用說了, 那就要向右邊 例如這兩個, 這兩個combine 之後會變得向上 可以嗎? 而這塊是立體的, 立體的 就像是Tetrahedron那三條邊一樣的 那你combine 之後變得向上 而這個呢, 就類似Tetrahedron 你combine 之後變向下 但有些情況之下, 那這四粒我們都會看到 它都是叫, 都是一個polar molecule 因為它有一個 Molecular polarity, 是一個next的方向 所以它都是一個polar molecule 但例如這些CO2那樣呢, 左兩邊cancel了 那就是沒有, 它不是一個polar molecule 那你BF3那樣, 它剛剛我三個方向cancel了 所以它不是polar molecule 那你CQ4呢, 就是剛剛我是 立體空間, 這個是3D的 剛剛我cancel了, 是的 那這些就不是polar molecule 那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一刻這個就是 好像, 其實說放在一起 很多時候牽涉到這塊東西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 Inder-Molecular force 我沒有放Red-Dots這塊去 如果有 Red-Dots, Red-Dots 有, 拍拍 那我的Inder-Molecular force 那之前我們學了一些 不是, 之前有提過Hardrum Born的 不過我們先看另一個 這個叫做Render force 或者Rossin 它有不同種類的 它的來源是哪裏呢 例如 Render force是 任何Molecular 所有Molecular 所有Molecular之間都有的 這個Force很弱的 例如HCl HCl是一個polar molecule 它本身呢 H那邊是delta 因為Cl就是delta 負 因為Cl的Render 很厲害 所以Cl 就是會比較負 那它本身呢 它有 正有負 那你就知道 opposite charge 會 attract 那它之間呢 會這樣排列的 這樣排列的話呢 是比較穩定的 那你見到 如果H和Cl 那這個Cl和這個H 是opposite charge 所以這兩個之間會attract 的 行不行 那這個Cl和這個H 就會attract 的 就是這樣 那你之間的attractive 那個 Intermorcular force 就叫做Render force 這個Force是很弱的 而你 好弱的 總之 下一個 就是Na 如果你說是一個 N2 Bisimetry 它不是一個Polar molecule 來的 因為兩個N 其實 兩個N 那個N 那個N 都一樣 那你不會 哪一個 哪一個正點 但是你知道 D2 從而圍著Nu 其實算的 那你知 那你知 Electron圍著Nu 那這些Electron 是不是這樣轉一下 轉一下 有時候 是不是有機會 有些時候 它會 在N 右上邊的N 多些 那如果它在轉 它在轉的過程之中 它走到右上邊的位置 那你左上邊的N 就會比 沒有那麼負了 就是D2 就是D2 那右上邊那個 那個 那個範圍 有多些Electron 那就是D2 所以它那個D2 D2 其實它會是不 它不斷地 那它在任何D2 在任何D2 其實它都不是 Eventy D2 那些 所以它永遠 都有 裡面是 淨一點 裡面是 淨一點 但是不像 那些Polomorcul 的話 你知道哪邊淨 哪邊淨 這樣 那這些Morcul 其實是一樣的 那它都會 好像上面的HC 這樣排 那它會有一個 attractive Intermorculous force 的 OK 那我看完 Ethermorculous force 就是跟什麼 那個force的數值 跟什麼有關係 那個strength 跟什麼有關係 第一個就是跟 Morculous size有關係 就是 那個Morculous size 越大 就是 如果你大的tomic 就跟大的tomic 比較 如果這個size 越大 就是 那顆Morculous 越重的話 它之間的 intermorculous force 就越厲害 你可以這樣想像 如果那顆東西 越重 其實也就是 它會有 越多 越多 那它的charge 就會 正一些 或者負一些 這樣 就會 令到force 大一些 那這個第一件 要記住 跟size有關係 讀 一會兒 我們都會再看這件 OK 那跟size有關係 那個size大 那所以 你如果對回 例如 Helogen 這裡 記得之前 有提過 I2 呢 Iodine 是 Fallum 來的 是失溫 BR2 是 Cl2 和F2 是 Gas 那它會影響 它那個force 的大小 就影響它那個 BOING POINT 那所以 見到就是 那個BOING POINT 就隨著size大 那你那個 所有的state 會和 就是之前有跟你講 可以解釋 那樣東西 那第二個 就是和Area of Context 有關係 就是和 Molecule shape 有關係 那如果對回 這兩個 Molecule Molecule Formula 一樣的 都是C 12 都是5粒C 12粒H 但是形狀不同 那你見到這個是 醜一點的 如果你很多粒 這樣排在一起的話 那些 魔鬼橋和魔鬼橋之間 會有多一點的 Gap 或者多一點spacing 對不對 這是一條 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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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鬼橋有的shape 那你很多 很多 很多的 這 這隻的魔鬼橋 那些魔鬼橋和魔鬼橋之間 它的 contact area 會大一些 但是如果 下面那一隻 它好像人字 那樣的 那你魔鬼橋和魔鬼橋之間 的contact area 會小一些 contact area 越大 它 之間的foss 就越大 那個foss越大 那個boring point 或者marking point 就越高 所以這個就見到了 是不是 知道嗎 36 還是9 ok 那這兩顆魔鬼橋 是一樣的 記住 對不對 都說5顆c 12顆h 但這個就是看 contact area 那你主要就是 dependent 這兩樣東西 那第三 第二種的bonding 就是h hydrogen bond 那如果你對花下面 這裡的話 你看回來 看藍色的條線 先 h2o h2s h2se h2te 那這裡全部都是group4的element 和h的魔鬼橋 那大家可以看到 右上邊那條trend 其實是和上面我們那個boring point 會隨著那個period上升呢 譬如上升就是 它越重一個魔鬼橋 那個atom越重 就是se是重過se t是重過se 那這裡的魔鬼橋就越重 那你的boring point就越高 就像圓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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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 即是你用上面那些figure解釋不到 那這裡即是代表它有一個新的bonding 那bonding就是hydrogen bond 那hydrogen bond就是上面那三個 下面的綠色那個不算的 那hydrogen bond呢 那其實你記住了 就是h順著f,順著o,或者順著n 才是叫hydrogen bond 那會令到那塊有一個extremely high的均 OK 那那個...為什麼呢 因爲它的h順於bonding 那兩顆atom的h順的tivity 相差很遠 那它會產生一個polar的bond 它是令到是一個polar 而它這個數值已經接近 那個ionic compound 那些了 所以它那個bonding point就比較高 但是當然沒有iocombin 這個很高 就這樣 下面這些呢 就喜歡看就看 啊...我們講完後面的part 這個呢就更麻煩 是關於bondox 那chemical cell呢 這個呢 是一個device 將chemical energy 轉回到electrical energy 那這裡有些turns 那我之後呢 在physical part會再講 因為physical part 我們都有circuit的 那我有battery emf和voltage 這裡 你大概知道emf和voltage 是先講energy先 possitive electron possitive electron possitive electron 和native electron possitive electron possitive electron 是另一個名字 possitive electron 那個h是大症 那它會attract到哪些ion 呢 是attract到一些n-ion 所以這個其實是叫anone 這個是 大負的reactral 會 attract到大正的Ion 就是 attract到CatIon 所以下面這個叫CatFol 所以這個名字是有點怪的 你知道N-Ion其實是負的Ion 為什麼正極叫N-Ion 就是N-Ion 因為正極的attract N-Ion 所以叫N-Ion Eletralized就是代表Medium 它就是CatFol 你可以就是 你的Ionic Compound的數據 就是Eletralized 我們看一下Redox reaction是什麼 Redox reaction就是有兩個同時發生的 Oxidation和Reduction同時發生的 所以Redox的Red L-E代表Reduction Ox就是Oxidation 兩個加起來 Oxidation是個process 某一個substance 那個substance可以是個atom 可以是那個substance 裡面某一個element 它loss了這個element 它loss了這個element 那Reduction就是gain了這個element 那你有loss的同時會有gain的 所以這兩個reaction 會同時發生的 它不會單獨存在 那些term有很多term的名字 Oxidizing agent就是那些substance 去Oxidize 那Reducing agent就是 那些substance會 reduces reduces 進入reduction 那我看一下 計算一下 那Oxidation number 一個2 它幫你方便判斷 哪一粒 去Oxidize 哪一粒 進行有reductions ok 所以那些boost很多 還有它有些問題會問你 如果Oxidation of an element 是0 那這些全部叫element CU O2 CLD S 不是說CUSO4裡面的CU 是單獨存在的CU 就是那粒methal 不是它的compagnum ok 它的molicule也是 molicule 只是得一隻element的molicule 那Oxidation of an element 現了一個simple ion simple ion 那些ion只有一粒atom 就等於它的粒charge 那就是NA2O 這個NA正和O2負的 那NA就是大 正1 而O2負 O就是負2 對不對 Oxidation number of some element 是fixed的 所以其實你劍分一下 那你group1 group2 就是分別正1正2 Pitrogen 可以-1 但大部份情況都是正1 Fluorine 就是全部都是-1的 那Clorine 和O2 大部份都是-1 Oxidation 是-2 所以其實你見到 你D和E去combine D和E其實加起來 是說什麼 就是group7 Halogen 這個說group7 Halogen 那些 對不對 那可以全部負1 然後Oxidation 就是-2 那這個其實你 選 那邊 sum of oxidation number of all elements 用你compact 0 我們通常用這個 去deduce the unknown unknown 出來的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H2O這樣 H是正1 O是負2 那你加起來就是0 那你知道雙氧水 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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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好記住了 因為你看到上面 H可以是 most of the case 是正1 Oxigen most of the case 先想想想 在這個 case 在這個 case H就是正1 而O就變成負1 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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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O 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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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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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5O H3O H4O H2O 我舉例,HNO3和HNO2為何一個是正五一個正三呢? H通常是正一,O是負二,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1加這個anone,再加三乘二等於零 一加起來是等於零 H是正一,O是負二 有問題,所以這個an你不知道的oxidation number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去DEDUCE,DEDUCE就是 那旁邊H,HNO2一樣 OK,好,那你其實做完這些use之後 做完這些use之後,其實你看看其他的 例如n,s那樣,那些數字很多 原來oxidation number可以 6,4,2,負二,什麼都可以 所以我們用上面的use是DEDUCE 好,那oxidation number就是 如果那個 如果那個substance進行oxidation 它那個oxidation number會上升的 其實你聽過沒有也知道 reduction的數字就少了,對不對? 那我們就看看這一條的題目了 看一下哪些東西進行這個reduction 那我就全部慢慢寫出來 reduction就是oxidation number,OK oxidation number就少了 走吧 先看D,好嗎? 右手邊的c是0,對吧? 因為右手邊的是aluminate 對不對? 那他不會說h,他不是說h4 他會問你哪顆carbon,對吧? 他沒有說 你這個definition不要理他 這個不是一個完整的definition 你要看就是他們in common的那些element 去哪顆會變了 例如你ch4呢 h就是通常正1 所以這個c就應該是-4,對吧? 你加起來才是0 你-4比1-0 那這個process應該是oxidation 這個就是oxidation 但你留意的一樣東西 我們在說的是一個reaction裡面 同時會有oxidation和同時有reduction 那你看回這裡 因為他剛剛的equation 不是他complete的balance 所的equation reaction 所以只說mg 例如這裡 mg 這個mg是0 那你變成mg2 m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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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同時可以PARTB自己計算 那當然你可以先進去 H2O呢 即是你可能來這裏給你插走那個H2O 那H2O就是 不是的,這些很煩的 不過 Answer C有幾個 他問你什麼?哪個Process? 哦,不是的,對不起 他問你進行Reduction,對吧? 哦,不是的,錯了 C是Oxidation Reduction,你看看A和B 那A那個C是多少? 因為H和O通常那個數字是不會變的 所以應該要看C A的左手邊是多少? 負二,這個是正四,對吧? 或者我乘了那四粒 所以這個應該是正二,對吧? 神經病,這是負二 這個是 這個C應該是負二,對吧? 那右手邊,這個是負四 正四,這樣是零,對吧? 都是大了的,對吧? 好了,下面這個 進行什麼? Reduction 這個 這個是正四,負二 就是正 這個負二,對吧? 這個負落,負二 不是,瘋了,因為負六,負二負八 八,除二,正四 這個是負二,這個是負二 這個負四,這個負一 這個C是負一來的,OK? C是負二,C2是負二 即是,你共同兩個C就是負二 那這個呢,就應該變成負二的,OK? 一粒C是負二 這個答案好像是B 我回去再搜尋答案先 我真的擔心做錯 我說這個呢,就為了題 後面好像沒有出過 但是你,對了,你 我們看看下面的題 這個就是負二 所以它是red dots 可以不可以 red dots 那如果combustion of wood 就很明顯是 如果在上面是,你覺得,對不對 那你combustion of wood 就應該是 decomposition of KClO3 你 decompose了,那你可能有些anemone走出來 那你的oscelation number會變成0 所以這個都應該是 下面 neutralization of NaOH 再加H2SO4 你留意就是 NaOH 再加H2SO4 react完之後呢 我不complete,我不balance 那個 equation 那你知我應該的 最後一個compound是這樣的 你SO4二負都是變回SO4二負 只不過呢,他變成了我老公而已 變成了NA淨的老公 對不對?都是SO4二負的,對不對 那你NA淨都是NA淨的 你OH負呢 然後呢,就和H正就combine 然後變成Water 所以呢,neutralization 就不是一個reactors reaction H和O在這裏變呢 它不會變那個oscelation number 你不如你現在當住 O和H的oscelation number 不會變先 對吧 因為你解決的大部分問題 就算你DSC也好 大部分問題 都是當O和H的oscelation number 不會變的 除了O2和H2 OK 即是O2和H2的oscelation number 就是0 它是個element 那在這裏變呢 那你不用你O和H的了 那你NA淨都是NA淨 SO4二負都是SO4 所以它就應該沒有變過 那個oscelation number 所以答案是D 它只不過是Ion換了位 我這樣想像 即是你拆開一條色 這裏有NA淨OH負 X淨SO4二負 是不是 它換了位 它換了位 即是我這樣想 即是本身這兩個配 這兩個配 那現在的CP對就換了 OK 所以其實我換了位 就是其實它的oscelation number 會變 嘩,多厲害 這份DSC 是一個很長的項目 OK 我們正式計算 那些oscelation number 已經完了 OK 那到electrosis 那這個decomposition of chemical by electricity 那這個reaction就是這樣 那我用anode anode anode就是吸氧 所以anode anode anode是正極 那就是battery長正短負 battery長正短負 那你careful就是吸氧 那在這個過程裏面 Cat iron過來做甚麼 Cat iron過來其實就會想 是accept了electron 就令到變成neutron 那你負N9過來做甚麼呢 他就在這個過程裏會 loss electron 給他 那electron就會在一個 external surge 不算人命雙出的 在一個wire裡面會流動 那所以紅色墊上 這個是electron 我們走的方向 OK 看看下方 是否很深 但那個logic flow 應該是可以跟到的 只不過 那個很多東西 現在暫時 但chop down bit by bit 其實應該不是說 即不是說一些東西 不可以理解到 是吧 希望是 但你能有currence 即是和你之前說的差不多 就是 他跟neutron去行 方向調轉 行嗎 不是 因為我差不多 我就spoon feed了 三分一個dsc chemistry 的測試給你 即是你可以想像 你在 四課 是不是四課 不知道第幾課 第五課 第四課 的時間裏面 我們整個中四 測試 測試一次 這樣 是辛苦的 絕對是 那這個過程裏 NA症 如果你的解釋 是 sodium hydroxide 的解釋 sodium chloride 的解釋 那你是不是 NA症就會 吸進去 cathor那裏 那 那NA症走過去 就是 它是 accept electron 那最後就 變回 NA L 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 NAL L 是lequid的 是吧 我不知道 為什麼 NAL 應該是 NAS 我想應該是 NAS 應該是 我不肯定 它有什麼 reaction 先看 ok 這樣 這個過程 是一個 redbox reaction accept 它一個 Occidation Number 正一變 好 Occidation 就是這樣 完 完 完 好 這個 又放在這裡 哦 好 這個是另一件事 OK 這裡不用理會 其實前面都學了 好 我們就看 Eatrosis 這樣 舉例 如果你說 NACL 的 Aquid solution 裡面是有水 也有 NACL 裡面有的 Iron 包括 包括 Na H Cl 負 和 OH 四顆 Iron 我們要看 就是 如果 如果你 把 NACL 進行 Eatrosis 那 哪個會 走去 Cat4 哪個會 會走去 N 因為有四顆Iron 如果只有一個 副Iron 那就很簡單 不用理會 但現在 各自有 那 現在 我們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要 Sorry 我知道 上面這個是 Alone 這個是Moltant State 不是說上面的 圖 所以 這個是說 Moltant 的 NACL 沒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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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你把 NACL的 鹽溶 變成 沒有水 OK 然後 將 Moltant NACL 進行 Eatrosis 那就會有這個 reaction 是 是說 是說 是說下面這個 OK 不是說上面這幅圖 是說下面這幅圖 是說下面這幅圖 但如果你說說 NACL solution 它有兩顆正的Ion 和兩顆負的Ion 我們看哪個會走去 Cat4NO 就是看一件事 就叫 ECSC Eatrochemical series Eatrochemical series 這個series 和 Eatrochemical series 是不同的 總共有三個series 你是 DFC 顯示 要 要認識的 一個就是一個 reactivity series 一個就是 剛剛上面的 Hernativity series 大家通常不用背 你記住 Eatron最厲害 這個就是 ECSC DFC 要記住 就是 你對方圖就明白了 例如 CatIon 它哪個Ion 是容易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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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in Eatrochemical 就是對方這裏 H症 是容易 去 gain Eatrochemical 多於K症的 這裏 它的CatIon 除了H症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Metal Ion 基本上 個series 那個Sequence 就是 跟 那個reactivity sequence 是差不多的 即 Protest 是不會reactive的 那它就會 形成一個很 stable的compagnum 對不對 即是我們這個concept 很重要 OK 越reactive就會 形成一個 stable的compagnum 所以K 形成一個compagnum K症 就是很難 變回K 的 所以K症 就很難 去gain Eatron 變回K 的 但是 concept類似 K症 所以K症 在上面 那H症 就容易 如果對這個表 H症 是會容易 Loss 去 gain Eatron 多於NA症 可以嗎 即是它贏了 對吧 OK 如果對回OH-和CL- OH-是容易去Loss 那它就贏了 那它就贏了 所以如果 你把下面的幅圖 如果你把 Eletrosis Eletrosis NACL的solution 它H症和OH-是會容易 做到一個 Retros 即是容易Loss 或者是 gain 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懷疑我剛剛做錯了 但是我又感受不到好像哪裏錯 好像答案是C 好像是 我回去再檢查一下 我後面 噢 今天 腦閉 好像是 好像是 我答案是錯的 噢 答案是B 真的沒有做錯 是嗎 太好了 Diccam 沒有還給老師 不太久 但是 但是 4年前 好 上上了 那 它全部 就會形成了 H症 和 那個 如果H症 它經了H症 就會變成 HGas OH- 經了H症 就會形成 Water 和Oxygen 的Gas 那整個過程裏面 這個過程裏面 它就形成了 兩顆H症 一顆O 所以 看見 左邊 就是 HGas 的Volum 會是Double Volum Oxygen 就是這樣解釋 詳細我不講 其實 但是 如果你是一個 concentrated 的 sodium chloride 的小巡 的話 它是可以 Cl- 會 會 Loss Electron rather than Volum 第二要看 concentration 第三要看 Nature 的 通常我們用 Inert的 通常用 Graphy 就是Pantanum 但如果你的 Electron 中了在上面的 某些 Metal 就有少不一樣 我大概說了這部分 你不需要 很詳細了解 但我這裡給了一些 例子 就是我這裡說了 Electron Concentrated 的 sodium Cl 這個Patre 109 Cl Corene 它可以用來消毒 可以用來產生 HCl 和製作 Pasic Pasic 是說PVC 不是所有Pasic 都是用Corene製作的 PVC是哪一隻 我可以看一下 PVC PVC 你看到 這裡有CL 就是Corene 你知道PVC是什麼來的嗎? 即是你這些 膠手套 PVC 即是膠水管 那些很硬身的物料 PVC 那這個裡面有Corene 好 看完 那Sodium Pythroxide 可以用你就是 製作些Food的Product 你不要管什麼Food Product 那可以remove Protence 和Manufacturer of Paper 它是簡性的物料來的 接著Hytrogen 可以製作Hydroperic Protium 3 例如它可能 它是一種卡的那些 即是用氫去做炎表 然後去react with oxygen 就會放水 還有有reaction 還有 還有 放水 那下一課就是 Watom reaction 那 如果你看回這兩幅圖 這個concentration 是說reactom的concentration 因為每個人都說了product的concentration 你知道你的reaction在reactors react完之後就變成product 對吧 所以reactors的concentration 應該會不斷地跌下去 對不對 最後變成平原 這裡就零了 對不對 這裡就零了 那product會不斷上升的 到最後這裡其實就代表沒有reaction 對不對 因為你的product沒有再上升過 就代表沒有新 不會再有reaction 那如果一看回那個 race of reaction 一開始呢 是應該最快的 然後慢慢減少 所以其實race of reaction通常 可以減少 可以減少 原因就是你可以這樣想像 一開始呢 就有最多的reactors 一開始 沒有reaction之前 那當你之間react完之後呢 那你的reactors 剩下的越來越少 那它發生的速度就越來 那個reaction的weight就越來越慢 但是它這樣說先 其實chemistry裡面還有些很複雜的 把外面也有 以為這個concent 那我的method呢 就是去 去量度那個progress 那個reaction weight 有什麼方法 其實你看一下它放的product是什麼 如果你放gas 你就量度它的volume 那第二呢就是 它放gas也好 你都可以量度那個pensure 的 你一個 密封了的container裡面 你量度那個pensure 可以 pensure可以隨著時間增加 第二呢就是 原來是這個 你可以由些gas走出去 那你最後那個react 最後那個total的max 會越來越小 那些黑眼的gas會走出去 所以totalmaster要起來 那fat is affecting 那個weight of reaction 那這個part 你最好 吃多一點 因爲它是同期 把整個part 很類似的 第一個就是concentration of react 這個很明顯 很進來 就是你一開始 reactance有多少 那你留意呢 其實這個football 我剛剛提到的 那你如果這個acid 它是越concentrated的話 或者越strong的話 它就越多h症 那這個reaction 一開始會越快 但是你的最後一個volume 會變 因爲你的volume of the halogen gas 是limitified 你的amount 就是那個manesia 同時原來一樣 第二個temperature 這個很合理 是不是 你方溫也有可顧 應該是 就是你temperature越高 就design得越快 第三個就是surface area 方溫後空間就是一樣 ok 就是你的sort 是一個rock-sort 還是一個powder-form-sort 這樣 你的surface area 越大 你就會 reaction rate 越快 第四個 就叫catalys cams 是cams 擺放的那個 就叫M-sign 在這裡裏面 就叫catalys cams cams裡說的catalys 和M-sign 是有少許類似 就是這塊東西 它是幫助你 進行的reaction 但是它本身的reaction裏面 會消失了 用了 好的 OK 好 我想這些其實應該很簡單 我覺得應該是吧 我覺得就算不說上面那些 你都會做 應該是 OK 即是很明顯1,2,3個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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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atemption 肯定是錯 2和3 肯定是對 一同一字 已經是 1,1肯定是錯 2和3 肯定是對 就是c 完 很簡單 好 下面這裡有些practical skills 就是 collection of the gas 其實你看圖圖已經夠了 有三種方法去collect the gas 這個downward delivery 它用來collect是denser than air的 gas 那怎樣計算denser than air呢 那我們要看它那個 molecule formula molecule mass 例如你air 你會知道 有h正 我先鎖一下 air裡面是有n2 78% 和o2 就是21% n2的mass 是多少 n2的那個 molecule mass 是14 n是7 是吧 那兩顆n就是14 那 o就是 8 次前 o 8 不是 atomic mass 16是12 32 n是14 n是多少 n是多少 是 所以這個28 ok 可以嗎 可以嗎 其實你可以計算一個ratual 但你不計算的ratual 都知道 如果你 那顆molecule的mass molecule的mass 是大於32的話 你就可以說它是denser than air 可以嗎 可以嗎 就是denser than air 所以就是 你 你用32 好些 其實就是 你那個 你是requeless 你沒有那麽marginal 計算的數 所以看一下它是大於32 是不是大於32 Clorine是35 一粒 的atom 所以Clorine gas 是Cl2 對不對 那一定比air 重 你 你科文都學了 你科文都學了 Denser的東西就會是sync 所以如果用這個downward delivery的method 是用來collect那些Denser的gas 所以Cl2是ok的 那HCl2 可以 一粒Cl3 SO2 都可以 但S不可以做完 但是總之是高 SO2 一定比O2 我先說 包括X 在這裏 那你 Upper delivery 是用來 clean gas 是less than 例如ammonia 就NH3 N是14 H1 加上17 那一定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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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 最輕的gas 不是 是 最least dense的gas 和 he一樣 H2 是和 he的max一樣 沒有一個max 都是2 那 你可以collect it by upward delivery 因爲你們知道 less than the gas will flow 那你拿一個 Gel 然後collect 它會停留 這個位置 好了 那 Over 的Water 是用來 insoluble 的gas 或者 not very soluble 的gas 它沒有所謂 它是Denser 的 因爲你這裏就弄些bubble出來 你無論Hydrogen也好 Oxygen也好 它其實都會上升的 因爲你的gas是會Denser Band water 的liquid water 我説的是 OK 你説的是liquid water 對不對 所以H2O其實 你只是看某一個圖片 就會是小 過O2 但是你説的是density 所以就是這樣 但會很奇怪 我説左邊的gas 那時候 我看過Water 但如果我比較 liquid那時候 又不是的 因爲 這裏有一部分 我們沒有提過 就是Idu gas law 我們講Physics 我再講 因為Idu gas law 它有考過 但是那部分 是屬於 又是Physics 又是Champ 好像考了一兩題 所以那部分 我們先再講 那這個 Oxygen water 可以用來 collect一些 Less tank 或者Denser gas 不用理會 它是 如果soluble 會怎樣 那你就融在水一邊 你的gas jar 就collect不到你的gas 對吧 這個方法 不可以 可以用來collect NH3 但NH3 是 slicy soluble in water 可以用來collect CO2 不過CO2 呢 你們的form2 是不是有些collect CO2的實驗 是不是都用over water CO2 可以slicy soluble 因為你知 soft drink 是CO2用在水 但是slicy soluble OK 那剩下的你也可以這樣做 OK 完 那下面這些 其實就是 你現在明白了 對不對 Over water 差不多 那這些 這些答案是甚麼 應該 Upper delivery 然後 應該是 over water 都可以 但因為 NH3 是slicy soluble in water 所以我覺得 答案應該是C 但可能你 就search 回答案 我擔心 可以讓人選 即是 如果你這個 那你upward delivery 和over water 那這個肯定是C 好 好 CAM就說完了 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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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個CAM quiz 看到 其實是Support MC多一條 你可以做下去 看看自己 有多少 然後 還有一題 我想說 就是關於cracking cracking 這個是 它這個用來 是 break down一個 長的 hydrogen carbon carbon compound 或者叫做hydrogen carbon 失效 令它變回 短些 而eatrosis 呢 我不如找到一個題 可能下次再說 我找到一個題 是一份功課 我已經研究了 但是呢 我那一題 我還未講過部分 但是 KMS 即你的text 你都知道我擺在 那個 Good Drive 你喜歡看其他題 可以自己看完 終於我們可以 在 7月中之前 結束了 最快 我還給你 是啊 這樣才結束了三分一的 項目 OK 筆卷 好了 我們結束了 好了 好了 好 好